何信士兵送上救護車十分虛弱 但還能舉手跟救護人員說話 但沒想到送去醫院 不到六小時傷重不治 何信士兵留小平頭 因為軍裝出操 皮膚顏色叫聲 笑起來有點內向腼腆 放假常常跟35好友聚餐 沒想到這回收假回營區 卻遭遇死結 何信士兵當時在加油站 加萬遊 在準備開車前往88快速道路 沒想到在路口 竟然遭人開槍射殺 才剛出加油站 竟然立刻就被大批人車包圍 命案現場遺留四顆鋼豬 三顆蛋殼一把西瓜刀 手段凶狠 根本不像一般的行車糾紛 是否跟人結怨家屬很低調 但消息傳回老家 住在隔壁的阿公阿嬤 完全不敢置信 一起床 聽到孫子遭到槍殺 阿公哭到全身顫抖 原來何信士兵從小父母離異 他跟父親相依為命 父親之前工作時 右眼意外瞎掉 只能打零工 身為家中獨子 何信士兵高中畢業後 報考志願義士兵 年僅23歲 在海軍陸戰隊 左營軍區警衛群 負責衛少從軍四到五年 何信士兵放假都會回家 早上收價錢在開車營區途中 沒想到卻被十二輛車包圍 開槍射殺 十分不尋常 是行車糾紛還是遭人報復殺害 家屬希望快快找出兇手 釐清真相 記者蔡雙吉 王書宏 屏東報導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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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